猎豹攻击水牛,攻击人类,攻击汽车 疯狂的猎豹 但是他遭到了水牛的顽强反抗 这个水牛群相当齐心 把这个猎豹直接就给顶飞了 看看 这个豹子想跑都跑不掉了 奔跑最快的动物 看看这个猎豹 和家犬之间的战争 直接就咬住这个家犬的喉咙了 锁喉了,一招致敌 这个家犬还咬尾巴呢 一看就不行 认输了 看看这个速度真快 轻松的拿下这只 家犬 他在坚持呢 现在咬住喉咙,他就不撒口啊 这家伙这个豹子挺有力量啊 这个家犬连反抗的能力啊,一点都没有啊 看看狩猎成功啊,直接上树吃起来 在树上啊,在树上啊,是最安全的了 他怕猎狗和狮子呀,抢他的猎物啊 这只家犬呢,光叫唤,他没有力量啊 根本就打不过这个华豹 这花豹做蒙了,这一叫把花豹都整蒙了啊 他们专门狩猎大象 这干一票是真值个儿 狩猎一只大象 就够吃上一周的 所以说这个大象啊,也是喝出来了啊 干一票啊,真值个儿 这一只大象 可以分享一周 所以说这个狮群呢 相当的牛逼,相当的想得开啊 看看这个大象的暴脾气 还在跟狮子打斗呢 现在很危险呢 等他的体力耗尽,狮子将发起进攻 这只熊狮啊,瘦的不行了 还没有母狮的皮毛好啊 这个熊狮可以啊 带领着一群母狮啊 把这片领地啊 牢牢的 把握住了 这个大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这个狮群的数量太多了 终于倒下了啊 只要大象倒下啊,就很难站起来 他的重量太大了 哇,这个象群呢 真的厉害啊 这个大象肉啊,一定很好吃 要不然狮子不能这么费力 所以 life的约束 今天狮子狮狮狮狮狮狮狮的孤狮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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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 咬破 然后呢 毒性发作 它就可以吃现成的了 所以说它的毒雅 相当好用 也是非常恐怖的 一个动物 它可以狩猎水牛 狩猎斑马 一些大型的动物 它一般都是潜伏在 草虫中 等猎物经过的时候呢 它突然袭击 只要被它咬中 诱不了多久 就会毒性发作 然后呢 它过去把猎物吃掉 我们再介绍一下鳄鱼 鳄鱼呢 是水中霸主 也是水中真正的杀手 鳄鱼的死亡翻滚 是相当的出名 但是呢 今天遇见了科莫多龙 它也是有点懵 科莫多龙呢 这个毒牙 明不虚传 只要被它咬中 毒性很快就会发作 看看这只鳄鱼 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呢 面对科莫多龙 也是有点飞劲 科莫多龙奔跑起来的速度也不慢 在独猎的时候呢 它会突然袭击 速度相当的敏捷 看看 这一看就是人造的 马的整整齐齐的 这个科莫多龙 它的洞穴 相当的恐怖 一般的动作是不敢靠近的 关键是它的毒液 太恐怖了 鳄鱼 过来偷袭 看看它的尾巴是主要的攻击武器 干到一起了 看见鳄鱼站上方 鳄鱼比较厉害 鳄鱼的嘴呀 被这个科莫多龙咬住了 科莫多龙逃跑了 鳄鱼胜利 鳄鱼保护自己的蛋 我看来 海浪 蚂蚱 蚱蚱 帮忙 隐 Naz